等了三個多月,買期買來 迪士尼公主還有一群超級英雄 還遇到重見天日 努力唱跳,薄美一笑 上海迪士尼樂園早上9點重開 成為全球第一個重開的迪士尼樂園 不少大人、小朋友都盛裝打扮 有人提早了三個小時 清晨六點就來到排隊 為了限制人留在最高城再兩格三城 進去玩要提前預約 第一天的門票在上星期五開售 三分鐘內火速賣光 官方應用程式上面見到 幾乎所有遊戲設施都不用排隊 我感覺管理的還是滿有序的 因為疫情在家那麼長時間 帶他出來走一走 老師,全部下午都玩的 開心得太早了 大部分機動遊戲設施重開 兒童區還未開 要玩得放心,防疫措施自然不少 進去前,人人都要探熱 流線影都要戴著口罩 園區內還會有人舉牌 提醒你和其他人保持適當距離 不斷